在英国的贵族呢 流行这么一句话 叫做老死开兵力 我们刚才看了老款的 家常的老死S幻影 那么有没有一款 跟他对标的产品呢 有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我后面 长州剧版的 兵力沐上 EW 老死在幻影的 他一定是在后排的乘坐空间 给到我们更多的奢华的感觉 跟着我 咱们进去看一下 看看这台 兵力沐上长州版 和幻影长州版 到底在后排上 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既然都是长州版 那里面的空间 也是相当的奢华 我的腿也可以完全的放直 但是跟之前 老的幻影的 长州版不同的是 这台沐上长州版 增加了腿托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 把这个腿托升起来 让腿部得到一个 更加舒服的 这么一个状态 可以看看 对吧 增加了这么一个腿 腿托 而且整个的皮质 也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有质感 我个人觉得这个 这个小牛皮 让我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亮点 虽然宾利没有星空顶 但是这台沐上长州版 特别为后排的乘客 提供了一个后排天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排天窗尺寸非常大 为什么这台车 只给后排乘客 配置了天窗呢 那是因为宾利的设计师认为 在这台车上面 司机不需要天窗 他只需要专心制 这驾驶就OK了 阳光和夜晚的星辰 是给到尊贵的后排乘客的 那这个设计呢 据我了解啊 应该说在豪华以及超豪华品牌上 没有其他了吧 应该这算是独一份吧 那这台车呢 其实它是一个五座标配的一个长轴版的木上 如果说啊 你想让它后排具备更多的娱乐和舒适的这种配置的话呢 自己可以选配啊 包括它的酒柜啊 冰箱啊 包括它后排娱乐啊 都OK的 只是我现在坐在的这台车 它并没有选 那对于这台家常版的宾利 木上 一八款的车 现在我知道价格只需要四百多万 当年呢 落地要将近七百万 仅仅过了三点的时间 这台车就能够让你省将近三百万 是不是特别划算